飞机在高空舱门被吹掉 这是上个月5号 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 发生的离奇事件 最新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会调查 去年10月交付这家客机前 因为客舱有5个锚钉毁损 所以就拆掉机舱门4个螺栓 结果锚钉问题解决了 却有3个螺栓居然没锁回去 只不过调查到现在已经一个月 还是没找到出包具体原因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赎帐 出席国会听证会 扬言一定会再加强监管波音 而FAA才说要加强监管 这回波音又被外媒踢爆 部分737 MAX 9班机 邮箱居然出现错误的钻孔 让波音急忙安排 还没交付的50架飞机 进行额外加勾 交付时间只能延迟 被受调查的波音这回 最大工会要求 3到4年内加薪40% 而且还大喊要罢工 对波音来说真的是 乌漏偏逢连念语 TV新闻组合不得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